PUNI聊护理是一个专访护理人的podcast 会邀请不同特别的护理师 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 PUNI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节目里见啰 哈喽 欢迎你收听PUNI聊护理第52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I 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听完上一集专科护理师的内容呢 如果还没收听的话 强烈建议可以先收听哦 因为今天的这一集是监续第51集的内容 AVM不尝试的和我们分享有关NP的工作 绝对绝对不要错过哦 如果想要看本集节目的反纲以及时间轴 请在网址上面输入 punilive.com 斜线专科护理师 听法是 punilife.com m斜线专科护理师 就可以看到本集节目的相关内容 也能够快速跳到你想要听的议题哦 PUNI也会把这个连结放到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欢迎大家点选以及阅读文章 在这边呢 PUNI要邀请你追踪我们的Instagram 如果你还没有追踪的话呢 请赶快搜寻PUNI聊护理 并且按下追踪按钮 最近呢我有分享一个好用的疗愈小物 就是口罩金油瓷扣 在这个防疫期间呢 为大家添加一些趣味 也有听众专属的优惠折扣码可以使用哦 所以呢赶快追踪起来吧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 就你刚提到的就是专科会计师大多的时间 就是在做评估跟评执嘛 嗯哼 其实是蛮需要经验还有训练的 嗯哼 因为其实你在工作之后 其实在ICU待了十几年的时间 那你会觉得就是之前在ICU的工作经验 和你NP 你会觉得其实是蛮有帮助的吗 是不是有ICU会集中症的经验会比较好 就是对于评估的这一块 我觉得其实你任何科别 其实都是可以当专科护理师的 那当然因为我会比较focus在ICU 是因为我可能之前的经验都在ICU 我现在也是在ICU工作 那我之前让病房去的时候 当然每一科别他们还是会有不一样的问题 嗯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般病房 就是病房的护理师 那你可能是比较专精在泌尿外科 或者是神经外科 那当然如果你的经验在这里 你在这一块这个领域 你当专科护理师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会比较知道说 我这个科别最常出现 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经验就会告诉你 那当然我不否认 我觉得你如果经验是够的 你在不管任何领域 你在哪一科别 你的经验是够的 你有丰富的经验 你转任专科护理师 压力一定会比较小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成正比的 那当然如果你经验真的不够 你就是只有三年的临床经验 可是你真的很想要转专科护理师 没有不可以 因为临床工作就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到临床上 你先转专科护理师 到临床上再慢慢的磨练 再慢慢的学 那但是就是前期你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状况 你自己也没有遇过 可是就这些时候 你就慢慢累积经验 你把你的资料库建起来的时候 就一切都会很上手 所以经验这种东西 你可以事先累积 当然你也可以到 你当专科护理师之后 再慢慢累积都是可以 那就是面临的压力的问题 那当专科护理师 当然还有其他的压力 你一个部分就是说 你经验的累积的部分 那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英文 因为专科护理师病例全部 医院的病例都是英文书写 那你当专科护理师 你一个就是要面临到的是你所有的病例 就是英文书写 包含叙述性的 你都是得用英文写 那如果你的英文不好 写不好 组织医师看不懂 你还是会被骂 他就看不懂你英文在写什么 所以可能英文它也是另外一个 可能你当专科护理师 你刚转任专科护理师 你内心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的一块 因为刚开始因为你不熟悉 这个病例要怎么打 然后又是英文的 你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在病例书写上面 但是久了它就是一个模式 你久了你就会知道说 哦这样写是可以的 这样写是合理的 所以经验不够的 可能你刚转任的时候 你就是可能在临床一些处置上 你会觉得很辛苦很有压力 那英文比较不好的 你可能刚转任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病例书写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又有经验 英文又好 那你转任就是无风接轨 轻轻松松 像是转任的话 就是你们会有人 就是像我们会有那个临床教师 专科护理师也有临床教师 会啊会啊 你刚开始 在我们这家医院的话 你当然前三个月也是会有人带你 因为如果你刚从护理师 转专科护理师 你也完全不知道专科护理师在做什么 会有人告诉你说 你一步一步教你说该怎么做 或者是说 这个医院常用的药是什么 因为我们也很常遇到说 以前大医院 大医院什么药都有啊 你想得到的药 大医院都拿得出来 可是小医院就没有啊 那小医院没有这个药怎么办 就要替换什么药 对啊对啊 就是会有人告诉你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找不到人告诉你的话 你唯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老板 就是你的VS 看你跟哪个VS 你就只能问他 大部分医师人都是还不错的啦 医师他对于你的一些问题 他通常都是会很愿意回答你的 我觉得会刁难护理人员的 只有护理人员 真的 不会有些医生也会 有些医生也会啦 那通常 我觉得通常你的老板 不能说老板 应该是说你跟的主治医师 通常因为你是帮他的那一个人 他的病人都是由你在照顾 他不会对你太刁难 除非说真的出事了 他才会对你生气 不然平常他还是要对你好啊 那像你们主治医师是都固定吗 还是你们会轮 也是看医院看科别 像有一些地方他们主治医师就会固定 因为你固定跟这个主治医师 你才会知道说他的习惯是什么 那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 有一些主治医师他可能有太多 不一样的习惯造成下面跟他会很多压力 这种可能就会轮流 大家轮流去share掉那个压力 或者是说有一些科别 像CBS像心脏血管外科 他们疾病严重程度就比较高 一般心胸都是一起的嘛 心脏血管外科跟胸腔外科会是一起的 这个科别他们可能就会轮流 因为CBS他们的疾病严重程度比较高 你可能care这一team你的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就轮流落体 了解 那是等于说你跟哪个VS 那他手上的病人就等于是你 就等于你全部都要care这样 对 那如果以病人上线的话 因为在加护病房 我们医院是规定啊 加护病房一个人就是 一个专科会理师就是照顾到 六个ICU的病人上线 那在病房区的话就是没有上线 所以你这个VS如果是一个名医 他的病人可能今天住院的有三四十个 那你就是三四十个你都要持下来 那可能有一些VS他们的病人数比较少 他可能就收住院的收治住院的病人数比较少 可能每个礼拜或者是每天 可能平均下来就不到十个 那你可能就会cover两个VS 就是两个病人数少的就都给你顾这样子 所以就看科比的他们的规定 那学你刚刚有跟我们提到就是 护理师转任NP 那可能会遇到的可能像经验不足 或者是像病例英文书写方面的问题 那给他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 当然NP对你来讲就是最困难 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应该就是你在没有资源的状况下 资源不足的状况下 全场只有你一个人 你要怎么去hold住全场 稳定全场 就譬如说今天有一个 急诊上来的一个 我讲的是ICU的状况 今天急诊上来的一个可能trauma 大量出血 合并休克的病人 那上来之后可能主治医师 他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到医院 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下一个指示 说你下一步怎么做 全场都没人 血库告诉你没有血了 你怎么办 就是一个病人他可能一直在出血 然后血库没有血 他的血压又不稳 病人已经在你眼前 已经血压已经掉到一个极限 你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压力会在这种时候 因为你没有资源 然后全部的学妹就看你一个人 问你说学姐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就像我说的经验就很重要 你的经验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没有血了 没有人救你了 你应该怎么做 可以稍微让他再多hold一阵子 到有人出来 可以帮帮助你 那或者是说 比如说今天一个严重的 ARDS 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症的病人 他合并呼吸衰竭 那他的抽血data 他的呼吸状况 一直都不是很稳定 你今天就你一个人 完全医师也不在 你晚上你就是要想办法 把这个稳定 这个病人稳定下来 把他撑到白斑 那你晚上你的呼吸器怎么调 你的镇定剂怎么给 你的药物怎么给 抽血怎么给 这些都是你在值班的时候 你必须要想办法去处理的 因为就没有人可以帮你 学妹他不会告诉你说 哦学姐 我们可能三个小时来 抽一次血怎么样 或者是说 我们等一下做什么事情 可不可以 因为你不能让 会理师被这些责任嘛 那这些责任就是 主席师交给你的 那你全场就可能 只有你一个人 你在没有志愿的状况下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让他稳定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当NP来 我觉得有时候 你遇到最大的困境 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你 那这样要怎么克服呢 听起来好困难哦 对啊 就是我觉得啦 我觉得在小医院 或者是在 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慌 因为你慌了 你下面学弟妹 他也会乱成一团 你就是那个leader嘛 你就是自己要稳定 你要即便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也要装作 哦我知道 你们都不要担心 不要怕有我在 这样子 你要装镇定 那你平常的学术知识 你的经验累积 当然都很重要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你也不知道 你的资料库已经用完了 你的经验 也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怎么办 立刻上网查文献啊 或者是立刻打电话去问 就是有时候靠关系嘛 打电话问你比较熟的 或者是愿意接你电话的医师 值班医师 或者是找其他科别 虽然说跟你完全没有相关的值班医师 但是你就是拉下脸皮 跟他说 某某医师 我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 那这个状况我不会处理 那我可能我们的VS 或谁谁谁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立刻来 你可以来帮我嘛 通常你会找得到人啊 你就是要想办法 稳住现场 然后想办法先hold一下下 然后赶快去找人来帮你 只能这样子 光听你分享 我都觉得很紧张 感觉 不会啊 你都觉得很有趣吗 听起来是很有趣 可是在当下应该还是会觉得 对啊 我该是我爸 对啊 对啊 当下会很紧张 可是这件事情 你做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 嗯 还好 我的反应是对的 嗯 那当然也是会有很慌的时候啦 但很慌的时候 你就是想办法 先到厕所里面 告诉身呼吸 先冷静 不要紧张 大家都在等着你 嗯 这样听起来压力也蛮大的 但因为可能是我讲的都是ICU 可能在病房就不会像ICU 都这么危机的状况 嗯 那病房去 叫我去病房区 其实我也会怕 因为我其实没有病房的经验 所以病房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我没有办法预期的 我会害怕 嗯 我就是现在在听 这一集的节目的听众啊 将来也想要走专科护理室 这条路 觉得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先事先准备的 我觉得其实没有耶 因为当然你如果想要转专科会理师 我觉得很好 这当然是你一个人生不一样的目标嘛 专科会理师做的事情 真的是跟临床会理师不太一样 如果你有心想要转专科会理师 那当然你就是要先确保说 我在临床 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临床工作的事情 我都是可以很容易去cover掉的 不会说我遇到什么状况 我非常慌乱 因为如果你平常那时的工作 你都容易慌乱了 你到专科会理师 你可能也很多时候 你都会遇到这种状况 你自己也会很慌 所以你要先确保说 我平常这个工作我已经可以了 或者是我本来的人格特质 我就是一个可以比较平静的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 你到专科会理师这个位置 你比较不会带着大家一起乱 然后可以事先准备什么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准备什么 因为这种就是经验嘛 经验你就是慢慢累积 累积多了就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转专科会理师啊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真的可以做或不能做 当然有一些人 有一些未前的同事 他们会觉得说 我一辈子都不要当专科会理师 因为有些人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做会理的工作 不可否认专科会理师 你真的要接触病人的几率 真的比较少 没有像一般会理人员这么多 有些会理人员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跟病人有互动啊 或者是 我今天扶病人起来坐 我带病人起来复健 拍拍背 然后鼓励他 我觉得我这样子获得很大的成就感 那我觉得这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很适合做会理工作 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那专科会理师 他就是卡在中间嘛 就是可能一半护理一半医疗 那你专科会理师 你当然接触病人的东西就少了 那你医疗东西就多了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专科会理师可能就是帮忙开order啊 他可能就是已经失去护理的本质 对 所以有些人他会比较排斥专科会理师 因为他们不想要脱离护理 但我觉得这些人说的也没有错 确实专科会理师是跟护理 原本的护理工作稍微又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你要说他离开 比较离开护理 确实是这样没有错 那就看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 对啊 因为就台湾的体制是这样子嘛 那如果你看在美国的话 他们的专科会理师 跟他们临床的进阶护理师 做的事情就不一样 他们专科会理师就是比较在于 像我们现在做的评估啊 或者是给药这些东西 评估或者是开药这些东西 那如果是他们进阶护理师 其实他们在临床上 接触病人的范围也是蛮多的 因为台湾的现况的体制就是这样子 其实专科会理师发展来 有一点就是取代住院医师的角色 那你就是在做住院医师 在做的事情之外 你再多加一点点护理的东西进去 因为你平常住院医师 哪管理护理品质 哪管理护理教育 对 就是这样子啊 那因为我们同样都是护理人员出身 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学妹她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她哪里需要帮忙 你看得出来 你就会比较主动说 你有没有需要帮忙 或者是我有什么需要帮你加强的 那我想到了 可以先准备的就是 先把英文学好 对啦 但是我觉得临床上写病例的英文 跟我当时在读书写的英文 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你临床上写病例的英文 就是比较医师看嘛 给医生他们看 那他可能用的句子 通用的就这几个 这几个 maybe 文法本来就错了 对 但是没关系 语言这种东西就是你看得懂就好 对 就是表达清楚看得懂 能够写记录 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要求你说 你这个英文你一定要写得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有时候你家属 你跟家属并且解释 那个东西英文就是写不出来 真的写不出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掺杂一点中文 只是你整天病例全部都打中文 可能就有点不好看 等到那个台湾的病例都中文化了再说 我们常常看医师写病例也是 就是有时候写了一些中文这样 对啊对啊 因为真的写不出来的时候 好像真的也只能这样子 就是懒得 太懒得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就打中文比较快 可是你要确认你的主治医师 他可以接受你写中文 因为有一些是不行的 那这样怎么办 硬翻 对就硬翻 然后主治医师真的会改你的病例哦 因为主治医师就会说 你这个句子这样写不对 你应该要怎么写 所以通常有一些 我看之前有一些新人 他们就会写完病例之后 他们可能隔天或隔几天 会再回去看一下 主治医师改了什么文法 就主治医师在common上面写的 对他有一些主治医师 会直接把你这一句话改掉 哦 对啊 其实你在英文写作上面 如果以你读书的时候 英文写作上面 其实这就是你 英文writing进步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式 就是一个句子 你这样写 然后别人把你的错误改掉 你把这个东西学起来 它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没错 那许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临床工作中 令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小故事吗 印象深刻哦 其实ICU工作啊 常常就会有很多 很有趣的故事 我来讲一个刺激的好了 好吧 应该是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我IG上我有打卡 反正就是一个 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姨 她是一个很严重的心脏衰竭的病人 然后她因为半磨的问题 心脏半磨的问题进来开打 那因为她又先衰竭 然后又开半磨 所以她其实在ICU住了一段时间 她也打了一站子的抢心剂 那都稳定了 一切她的血液动力学都稳定了 都已经准备要转病房了 某天晚上就值班 那天我值班 我在很开心的吃晚餐的时候 学妹突然冲进来叫你说 哎学姐学姐 她有一点eurysmia 就心率不整 那我就走过去看 就是很短暂的VT一下子 那一下子病人也 就是那一下子 她突然conscious lows 那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做 她自己就好了 人就醒了 就又坐起来就说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头很晕这样子 那因为她就出现了一次嘛 我们就把电极器 就是把那个defibrator 先把它兜上去 就是避免等一下又有状况 要立即处理 那弄上去 我又看了一阵子 稳定了之后呢 我就又回值班室 才刚坐下 学妹又大喊说 学姐 那我走出去的时候 学妹已经在压胸了 那那时候看她的心率是VF 所以我们就马上电极 那电极完之后 就我叫她们立刻电极的时候 我就立刻call组织医师 跟组织医师说 她半膜手术后的病人 就突然CPR 那ROSC的时候 因为电那一下病人就回来了 ROSC的时候 之后到病人 组织医师出现这一段空档 NP的主要功能 就赶快是找原因嘛 她为什么会有Erythmi啊 你就要全部病人 全部都screen一次 看她是哪里出了状况 那最后就是抓到问题 就是病人的线输出量 严重的减少 她本来从每小时 如果以ICU的monitor来看 她原本每小时都有 每分钟都有4点多的 4点多L的Cardial Output 突然骤降到1点多 那这是客观的数字嘛 那还有病人临床的症状 当然包含低薪输出量的症状 就是冒冷汗啊 心跳变快些啊 不好啊 手脚病人 这些全部都来了 所以你评估到这些症状 VS来了之后 你就告诉她说 这个病人她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做EKG是怎么样 过程我们有电击过一次 那我们评估她的状况 目前我抓到的只有这个问题 我们要调整药物吗 那我们就立刻调整药物 那调整药物之后 我就顺利下庄了 那ICU就是这么的有趣 有趣 嗯 对啊 我觉得ICU工作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不是只有NP能做 你有经验的护理人员 其实你也是做得到的 当然还是有很多啦 ICU就是有很多那种 可能开散气的 喝你啊 这种病人她通常不会做ICU 嗯 但是她就是在麻醉的过程中 茶馆突然就吐了 嗯 吐了之后 吐的东西就吸进去嘛 就变成习入性肺炎 然后因为年纪又大 又习入性肺炎 就变成ARDS 嗯 成人呼吸肿破症 就进了加护病房 那进了加护病房 整个过程 她就是整个都非常的不稳定 不稳定 就是呼吸也不好 然后整个肾脏也坏掉 然后因为她 荷尼亚肠子那一块 本来就坏死 然后肠子也坏掉 所以就整个整体的状况 一直都很不好 那你到底要怎么让病人稳定呢 就是你很常遇到这种问题 嗯 就ICU就是你值班 你就是要 呃 上班你就要先要知道说 你哪个病人condition比较不好 你要先掌握这个病人的condition 然后你晚上值班的时候 她只有一出状况 你对她的状况 非常的了解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你要怎么处理 嗯 所以你刚刚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脑中一直都浮现出 那个ICU的画面 哈哈 可是因为我觉得并不是 并不是这么多人 他们对加护病房都是这么有兴趣 嗯 有些人他到加护病房 他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tempo 不喜欢这个环境 嗯 所以可能讲这些故事 会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共鸣啦 那就像是我到病房去 可能之前病房值班 遇到可能病人的complain 我不会处理 因为加护病房的病人 他不会有这种complain啊 譬如说 呃 我现在腰很酸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 一些很奇怪的complain 嗯 那种我就不会处理 那种我就必须很仰赖 学妹 我会问学妹说 诶那你们平常这个 你们都怎么处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每一颗还是有每一颗厉害的地方 嗯 没错 我每次跟别人说 我去病房 我会怕人家都不相信 我相信 哈哈哈哈 我相信 因为其实真的 就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啊 发生不一样的事情 嗯 那来到今天的 最后一题 如果呢 你能够和 还在就读护理科系的你对话 你会想说什么呢 嗯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大概会说 这个选择是对的 嗯 就走 至少我现在做护理工作 做凌冲工作 我做得很开心 因为我也没有能力考上医学系嘛 可是你现在做的 其实跟医学系 就是最愿意是做的 其实已经 满 对啊 但薪水差很多啊 可 对啦 也是 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做护理 还是有做护理有趣的地方 嗯 那当然读书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很多 自我怀疑啊 或者是说 你刚毕业的时候 呃 我刚 我刚前面有说到说 我当时在内科的时候 我也是遇到 很严重的职业倦怠 嗯 你也是 还是常会有这样 自我怀疑的时候 所以我 比较会觉得说 你应该是先试试看 临床 已经读护理系 已经读护理科系的学妹 我觉得大家 应该都要先试试看 你对你 这个科 这个工作 对你来说 到底 你觉得你喜欢吗 还是说 你真的打从心里有排斥 嗯 如果你真的有排斥 我觉得 也不要把你自己的人生 放在这上面 其实我都很鼓励大家 年轻的时候 你就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进来医院 可能体验个一两年 你不喜欢 你就出去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等到若干年之后 三五年过后 你又突然不知道 你要干嘛了 你再回来医院试试看 我觉得那个心境会不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离职 出去轮了一圈 我再回来 我觉得我整个世界就开了 嗯 总之呢 我还是很鼓励 其实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 这一路走来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相对顺遂啦 当然你中间 还是会有一些高高低低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相对是 我没有遇到很多 我觉得这个工作 我再也做不下去 我真的是很后悔 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是没有遇到这些事 嗯 但是我在我看其他的学妹 很多人来跟我聊 他们的人生 我觉得有一些人 他们确实是 读书的过程 我不确定 但至少进临床之后 确实是会遇到一些撞墙期 嗯 或者是会自我怀疑说 这个工作真的是我适合的吗 我是以惠理工作来说 嗯 我是很 真的是很希望说 大家不要把自己的一辈子 关在医院里面 如果你对于这个工作 你觉得它有一点点让你不舒服 我觉得可以出去外面看看 因为你关在医院里面 你一辈子 就是这样一辈子下去了 嗯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 年纪越大 你越没有机会走出去 嗯 还是希望大家 对世界有多一点体验啊 嗯 多一点尝试 对啊 就是也未必 也未必一定要做会理工作 会理工作你有license 它就是一个 至少你以后保底嘛 嗯 你以后真的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它就是你最后一根道场 但是在这之前 我觉得你可以多方尝试啊 当然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 临床经验是好的 嗯 那你临床适了真的不喜欢 你再出去 出去做别的尝试 我觉得都很好 那当然专科会理师也一样啊 你也可以上来当专科会理师 那做了一阵子 你觉得 哦 我真的太不喜欢这个工作了 那你再回去当临床会理师也是可以啊 至少你体验过了 嗯 是不是离体了 不会 我对会理系 会理系 会理系的我 我觉得做好 做得好 就是要读到大学毕业 就是要拿到license 对 而且我其实蛮庆幸 我有出去读 我有出去读书的 这应该可以换成下一个 下一个头皮克 再跟你聊这件事 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 有增长了一点世界观 姐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 嗯 英国的 求学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耶 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 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vian学姐来和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专科护理师的工作 真的是讲的非常的详细 而且分享很多就是临床的例子 嗯 谢谢 希望你们会喜欢 哦 真的超棒的 不是这样 谢谢你的邀请 从来没有人邀请我讲这些 嗯 学姐在IG上面 会分享很多 有关临床工作的 临床工作的一些分享 那 嗯 学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IG吗 好啊 欢迎大家追踪我 我的IG就是 ICUMP A.ICUMP 欢迎大家来看 就是小医院 然后小小的NP菜鸟 跟大家分享临床的事情 每次看那个Avian学姐的 那个文章 贴文 都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快别这么说 学姐的那个IG 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 大家都可以赶快去追踪 好啊 欢迎大家追踪我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谢谢Avian和我们分享 有关专科护理师的考试经验 工作内容 以及困难挑战等等 也非常谢谢你 愿意花时间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呢 你觉得 铺里聊护理这个节目 有帮助到你 或者让你有不一样的想法 以及收获 欢迎你把节目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听 更加了解护理师的工作 真的 非常的谢谢你 护理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咯